很多跑者每天很努力的训练 但是跑步成绩总是上不去 这可能是因为你每次跑步的时候 从来不关注自己的心率 不平不服这些数据 当你不重视这些数据的时候 你就不知道每次自己训练 到底是进不了还是退不了 比如说今天跑前的安排 是有氧跑30分钟 那我们就要控制好心率 保持体感舒适状态下完成训练 不能说今天跑有氧 跑着跑着感觉状态不错 就提速了 那你最后跑完很累 完全超过了有氧的心率区间 这样的训练又累又没效 因为你并没有按照要求 完成今天的目标 作为一个专业跑者 心率和节奏的把控尤为重要 节奏太乱的话 忽快忽慢 不但容易受伤 也容易咽跑 因为跑完很累 那怎样才能更好的 把控心率和跑步的节奏呢 答案就是运动手表 我今天佩戴的是 KEEP的智能运动手表 能很好的解决这一点 因为它有一个特别的功能 就是在跑步过程中 有一个六色心率指示灯 加震动骑士 就相当于找了一个教练 时刻提醒你 比如我们今天是 有氧跑30分钟 就始终让心率指示灯 保持蓝色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始终保持 有氧的心率区间了 而且这种带颜色的指示灯呢 不用你一直抬手去看 你用眼睛的余光呢 就能看到指示灯的颜色 这样的话 也不会打乱我们跑步的节奏 就能随时了解 自己的身体状态 来调整速度 因为它是KEEP的手表 这块手表 自带KEEP中的系列课 以及训练计划 可以一件同步到手表 让我们科学训练的同时呢 又能更直观的用数据 展示跑者的每次运动状态 比如跑步能力评估 以及体力恢复程度等 评估出你当前的状态 是否适合跑步 同时它也有表里一流的 双频全星系定位系统 松心很快 定位很准 再加上430毫安的大电池 出门比赛都不用带手表充电器 我已经带了一星期了 现在还有呢 69%的电 重量也很轻 净重32克 这点是很重要 跑起来没有任何负担 它还是张德顺代言的 所以说从入门到高阶 这块手表完全够用 有了这块表的话 你的心率呀 跑步的节奏啊 都可以更好地去掌控 嗯